放射对人经验与信念的执着 我们将逐渐发现 痛苦来自于执着任何一种事物 色、受、想、行、识 放射对人经验与信念的执着 比物质的不失更困难 但它对追求究竟安乐却更重要 执着色深有两个方面 最明显的是执着生命中的其他人 执着和关爱不同 和关心某人幸福且希望其快乐不同 而是一种嫉妒或疯狂的占有欲 想要拥有另一个人 我们不难想到夫妻尝试拥有彼此 或性格跋扈与据占有欲的朋友扼杀友谊的例子 在人际关系中休息不失 意味着信任对方 并给他或他保有空间、自由与尊重的权利 然而 即使良好的关系也可能有执着的元素 所有快乐的配偶都希望他们的婚姻能持续 其中总是潜存着恐惧的元素 他会离开 他会死 想到这点可能很难受 但我们必须谨记一点 每一场婚姻无论多么快乐 终必已分离收场 即使一起居住50年 却一起辞世的幸福配偶 在死亡时也必须分开 根据过去所造的业跟道扬镳 对身体更细微的执着是对色身的贪爱 以及相信自己能控制他 无论现在身体多且健壮 我们知道他会随着年纪衰败 变得虚弱与病奄奄 此外 我们无法控制身体的状况 以及下一个感受是快乐或痛苦 也无法控制思绪之流涌进内心 例如 试着别想狗的形象办得到吗 我们甚至连这个也无法控制 我们尝试不断建立概念与形象 牢牢细住我的房子、车子、工作、伴侣、身体 就好像他们是我们可依赖的独立存在体 借此以保护自己免于受到经常变化的突击 其实 维系他们的最底层是恐惧 无论我们抓得多紧 时间一到 世间的一切事物依然流转与变化 我们紧握不放的概念与形象 将会像玻璃般粉碎 那时 我们将多么痛苦啊 拥有、贪去或执着任何东西 将使生命更痛苦 使用物质而不执着 有助于我们在失去浑水或被偷食免于心碎 此外 执着家庭、朋友或个人身份的意识 我的头衔、职业、家庭背景、社会地位 当这些概念消失时 无可避免的将带来痛苦 当不执着时 心始终处于安稳中 这个放松的态度抚慰我们 使我们感到舒适 并减少压力、焦虑、担心与恐惧 培养不执着的态度 首先需花一定的时间独处 许多人因害怕孤单 而执着于有人陪伴 但独处并非孤单寂寞 此外 独处为我们创造思考、反省与禅修的空间 使心远离喧嚣与贪着 经由独自修习正念与禅修 以减少贪、撑、吃 我们便加强了和别人在一起而不执着的能力 当内心处于安稳时 我们可以有同伴 但无贪着与随之而来的痛苦 佛陀每天和身边数千名比丘 比丘尼与在家人一起步行树立 有些人来和他同住或谈话 或和他讨论他们的问题 有些人或来请教或来争论 或只是单纯前来听开示 即使在群众中 佛陀内心始终保持闲居独处 他不贪着的态度是完全的 偶尔有些追随佛陀的比丘 比丘尼与在家弟子们在森林中独处 完成他们不贪着的修行 但他们不会永远住在森林中 一旦断出贪着 便学习维持坚定与安稳的心和其他人同住 那种心态称为出离 出离不只是针对比丘与比丘尼 而是针对任何喜好独处 或向往无拘无束生活者所说 所有出离者 包括比丘与比丘尼在内 都有与人同住的时候 正思维随念 有助于我们创造稳定的心 而不受外在环境或其他人的变量干扰 我们学习如佛陀般 始终保持内心出离 断职还需要我们出离对于信仰 见解与观念的爱着 这点很困难 我们很容易通过思考各种议题 而导出定位自己的自我意识 在别人批评自己所支持的政治候选人 或公共政策主张时 我们经常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 感觉自己遭到攻击 但观念、意见或看法 也同样受制于无常的法则 回想你16岁或30岁时相信什么 就会了解个人的信念 有多么善变 纵观历史上世界各地的人们 无不以所真爱的主张 或信仰为名而开战 人类为了保护自己的物质财产而杀戮的人数 远不如为了保护不善的信仰 诸如种族或宗教偏见而杀戮的人数 想想导致战争的偏执信仰 且自问是否值得为了保护他们 而付出战争的可怕代价 放舍不善的身口异形 为我们创造修习、慈、悲、习、舍等善念的空间 但连这些善念也不应执着 放舍需要超越善恶两端 最后,佛陀告诉我们 连他的教法也应抛开 这些法就如周法 一旦过河之后就应舍弃 连这些教法所生之善法 也应舍弃 更何况那些恶法呢 我不是说你们突然间就能舍弃这些执着 或一夜之间就能解脱 追求顿悟可能只是自我的一个大梦 在我旅行与教学的过程中 有时人们来找我 说他们已快速开悟 我引用佛陀描述证悟者的特质作为响应 由于他们并无这些特质 所以有时变得非常失望 或甚至对我发怒 因为我的回答无法取悦他们的自我 贪爱深植于我们的心底 却在许多事中不断增强 不可能快速或轻易地舍弃它 然而我们无需等很多事才能开始 只要有正确的知见耐心 精进与正念 就能开始让自己解脱束缚 甚至在这一世便达到完全觉悟 为了离苦得乐 必须今天开始培养放舍他爱的正思维 代之以无私的不失柔软与离遇 放舍恐惧 当我们开始练习放舍的正念时 经常会卡在恐惧上 恐惧的生起是因对概念 观念 感受 或物质等 包括自己的身体 有不安全 情绪化 或贪爱的执着 它也可能是因接触到一些不了解 或后果不明的事物所造成 例如 你最近被告知离患癌症 被排定动手术 之后医生会决定是否需要更进一步治疗 现在你尝试禅修 心里闪过许多念头 思想与感受辗转累积 你变得越来越不安 沮丧 并且非常害怕 你应该怎么办 你坐禅观察每个心理状态生起 若许多想法与感受瞬间涌现 尝试分辨他们 我会发生什么事 恐惧 护士竟敢对我那么说 愤怒 他们需要我 我不能生病 我不能死 贪着 这个诊断和我朋友的相同 他的妻子和我谈起他时 都还会哭 悲伤 我恨打针 憎恶 谁该和我一起去付下一个约会呢 不安与忧虑 这个疾病的存活率有多高 恐惧 当你开始厘清他们时 思想与感受变得更容易控制 你停止陷入心所构想的骇人故事中 且能开始理性地对待自己 你回想那些可以安心的事情 医生与护士们的技巧与同情 最近治疗过程的进步 你所认识相同诊断者依然活得很好 当对峙 未时恐惧的概念时 你是在积极休息正念 你会看见心如何玩弄自己 利用思想制造恐惧 恐惧又创造出更多思想 这可能也是个自省的好机会 你可检视自己过去因恐惧 使你以不善巧的方式表现的行为 你可下定决心保持正念 不让恐惧在未来以同样的方式 驱使你那样表现 现在心既平静又澄澈 你可重新回到出入心念 或其他禅修对象上 接受恐惧的念头 不时会在禅修中升起的事实 随着经验的累积 你会忽略它们的特殊内容 而指指示一切思想与感受的变化 你看见每个心境升起与达到高峰 无论它有多强烈 你若一直与它同在 就好像它是一位陷于困境 需要你扶持的朋友 你将看见每个心境消失 现在注意的是思想过程本身 你越来越有信心 无论思想的串行有多么可怕 它终会结束 一旦彻底熬过强烈的恐惧 你将不再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恐惧 你将了解恐惧只是来来去去的自然心态 它没有实体 无法伤害你 你对于恐惧的态度开始软化 知道无论任何事物升起 都能观察它并放舍它 同样的策略 对于令人不愉快的心态 包括回忆 想象 白日梦 或面对问题的忧虑也有效 有时你会害怕讨厌的回忆 以认为自己无法处理它们 但现在你知道 自己能处理通常只想压抑的任何心态 正念修行告诉你 并非心理状态本身让你不舒服 而是你对待它们的态度 你可能以为它们是自己性格的一部分 是你存在的一部分 因此尝试排斥令人不悦的部分 就好像它们是外来的身体 但你无法真的排斥它们任何一个 因为它们打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 你最好的反应是 维持稳定的练习观察心 对出现的任何事别有贪爱或憎恶的反应 而能善巧地使用心解脱不善的状态 当放舍负面的心态时 你创造了修习正面思想的心理空间 正思维的意思是 将愤怒或敌对的想法换成慈爱的念头 词是本能 它是同情的暖流 与一切众生修其与共的意识 因我们想要安稳快乐与喜悦 所以知道一切众生一定也想要如此 词遍及世间 希望一切众生都能享受舒适的生活 活在和谐 相互欣赏与风俗中 虽然我们内心都有慈爱的种子 但一定要努力培植它 当我们顽固 烦躁 紧张 焦虑 充满忧愁与恐惧时 我们慈爱的本能将无法发挥 我们必须学习放松 才能滋养慈爱的种子 在平静的心境下 例如 从正念禅所获得的 我们可以忘记过去与人的嫌隙 并原谅他们的过错 缺点与攻坚 慈爱自然会在我们心中滋杂 就不失而言 慈爱始于一个念头 典型的情况是 我们心中充满观点 意见 信仰与概念 过去一直受文化 传统 教育 社会与经验的制约 从这些心理条件 发展出偏见与成见 这些固执的观念 扼杀了我们自然的此心 然而 在这个令人困惑的思想牵绊中 我们和人修其与共的想法 仍会不时地浮现 我们对他惊鸿一撇 就好像在一阵闪电中 撇见一棵树 随着学习放松与放舍不善法 我们开始认出自己的偏思 切不让他们主宰心 然后 词念开始放光 显露出 他的真实力量与美丽 我们想培养的词 并非通常了解的爱 当你说爱某人时 心中怀藏的通常是受其行为或特指制约的感情 也许 也许你仰慕那个人的外表 举止 想法 声音 或态度 一旦这些条件改变 或你的品味 幻想 与爱好改变 爱 也可能随之改变 在极端的情况中 你所称的爱 甚至可能转变为恨 这个爱恨双重性 遍及我们一切寻找 寻常情爱的感受 你因爱一个人 而恨另一个人 或随着一时的好恶 而爱与恨 或在一切顺利美好时爱 而在有恃出错时恨 若爱是像这样会随着时间 地点 与场合而改变 那你 所称的爱 并非词的善念 它可能是色欲 贪图物质上的安全感 感受被爱的欲求 或其他一些伪装的贪欲形式 真正的词 并无隐匿的动机 它永远不会随着环境改变 而变恨 不会因得不到回报 而令你愤怒 此促使你 随时都对一切众生 表现和善 且在人前人后 都温柔地说话 一旦完全成熟 你的磁网 会毫无例外地 拥抱宇宙中的一切事物 它无量与无边 你的磁念不只包括此刻存在的一切众生 还会希望他们在无限的未来都很快乐 没有任何分担或偏袒 没有任何分别或偏袒 我来说一个故事 关于慈爱之行 可能产生的强大与深眼的影响 在印度一间小屋里 住着一位老妇人和她的年轻女儿 附近一间茅棚中 住着一位禅修比丘 出于尊敬 老妇人称这位比丘为她的儿子 且要求女儿带她如兄长 每天早晨 这位比丘都会去村里托拨启食 她从来都不会忘记 停在小屋前 取得这位老妇人 与娶女儿前进奉上的少量食物 每天下午 她则返回村里探视施主们 鼓励她们禅修并安稳地生活 一天下午 在回村的路上 比丘无意间听到老妇人 与女儿的对话 老妇人对女儿说 亲爱的 明天你哥哥会来我们家启食 这是奶酪 这是蜂蜜 这是米 这是香料 这是蔬菜 明天你一定要为她准备一顿美食 女儿问母亲 明天你要去哪里 我打算整天在森林里独自禅修 但你吃什么 我会用今天的剩饭做一点米汤 那对我来说足够了 但你一定要做一顿剩餐给你哥哥 并在她来我们家时供养她 听到这番谈话 比丘心想 这位老妇人如此敬重与爱护我 她恋恋的女儿为我做美食 而自己却打算只喝由剩饭做成的米汤 除非完全觉悟 否则我承担不起那份美食 我一定要让自己配得上她慈爱的不失 这正是我发起无间精进 以解脱内心一切烦恼的时机 比丘挂起上衣 决定除非达到究竟解脱 否则便不再去村里启示 她在禅座上坐下来 下定决心 即使我的血液枯竭 皮肉雕尾 身躯仅剩枯骨 未达究竟解脱 我绝不从此坐起身 发言后 比丘整个下午 夜晚及隔天早晨 大半时间都在禅修 就在前往起食之前 她达到觉悟 然后 她搭一迟播前往村里起食 当她来到小屋时 老夫人的女儿供养她美食 少女焦急地等待母亲 每日禅修完返家 那晚 她母亲一抵家门 女儿便奔向她 并说 母亲 我从未看过 我们的比丘 如此安详 沉稳 光明 平静 与庄严 亲爱的 她一定 已达到真正的自由 解脱一切烦恼 我们非常幸运 有这样一位 离家如此近的圣比丘 但若真的尊敬她 我们一定要追随她的脚步 从现在起 让我们更精进修禅 使自己也能达到相同的境界 所以 母女俩便禅修到更高的果位为止 许多村民效法她们的例子 也纷纷正得胜果 这便是老妇人慈心深远的影响